《张作霖》 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节点,它标志着北洋时代的终结,也预示着东北巨变的开始。 张作霖的一生堪称传奇,他出身土匪,白手起家,没学过文,没习过武,却凭借着过人的智谋与感识雄霸一方,成为享誉全国的东北之王。 或又凭借第二次支凤战争的盛丽尹问鼎中原,执掌的北京政权,成为国家元首。 这一次次的蜕变,这一步步的成功,都不是命运的眷顾,更不是偶然的结果。 而是,他真的很犹豫,关于张作霖的临终遗言,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密布发僧和日本问题。 但实际上,他吸取之前还提到了一个人,特意交代不可让此人出关入东北。 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张宗昌,在后北梁时期的三大军阀中,吴佩孚秀才出身,孙传王留学日本。 但实力最强,对历史影响最大的,却是看似一无是处的张作霖,那是因为他的智慧登峰道极。 这种智慧在他的识人,用人之道上体现的淋漓尽致,而在张作霖的手下中,争议最大的就是张宗昌。 张宗昌是名声最臭的北梁军阀,有昆士魔王,长腿将军,狗肉将军,三不知将军,五毒大将军等绰号,光仪太太就有至少二十三个。 他厚颜无憾,品情恶劣,主政山东期间横征暴力,坏事作绝,更是一手酿造了青岛惨案,使生灵涂炭,哀红遍野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,却得到了张作霖的重用。 张宗昌1921年投靠张作霖,从最开始的宪兵营长,一步步晋升为第二军副军长,第一军军长。 张作霖成为国家实际统治者后,他又被任命为苏安卢乔斐司令,指鲁联军总司令,山东省省长则要指,不难看出张作霖对他的器重。 对此,张作霖的心腹们也很不理解,张作霖则解释说,武将就是要能打仗,用人用长不用短,承认。 张作霖虽然是劣迹斑斑,但是他带兵打仗确实是一把好手,在第二次直凤战争中战功卓越,为张作霖问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。 而且,正如张作霖所言,有缺点的人才好驾驭,张作霖之所以重用张宗昌,就是因为他好掌控,有小便的可抓。 既然如此,张作霖为什么又在林中之际,特意交代,不能让张宗昌入东北洋? 这是因为,张作霖有能力掌控张宗昌,但张学良没有,只子莫若父,历史最终证明了张作霖的远见,张学良在这件事上,心同了父亲的叮嘱。 1928年6月张作霖去世,8月张宗昌兵败下野,此时的张学良手握精锐重兵,坐拥复扰东北,但他并没有把张宗昌招入东北,张宗昌这才逃难日本。 试想一下,如果张作霖没有留下遗言,如果张宗昌出关东北,那么东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山东,被他鱼肉,遭他践踏,因为张学良根本管不住他,用人知道是一种艺术。 张作霖能用好的人,张学良未必能用好,张作霖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,所以才会做此英明决断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